张声明唯一的中将军委委员晋升上将 十九大召开后 新一届的中央军委中唯一一名中将军衔的将军张声明于今日得到晋升 至此中央军委委员全部为上将军衔 今天11月2日下午晋升一事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 习近平作为中央军委主席向张声明同志颁发命令 记者注意到此次一事受到晋升的将军仅有张声明一人 值得提到的是五年前十八大召开后 时任二套司令员的魏凤汉同样以为一一个中将的身份积升军委委员 不久后2012年11月底被晋升为上将 简历显示张声明1958年出生 现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 于2016年才刚刚被晋升为中将 来源北京青年报 责任编辑诗经 在下午一年 早上